在这里花了133天 最后一次演出 现在的心情是舍不得当中的痛快 终于可以把这种 一直要做好做好做好的 这个心情可以放下 还是第一次我录你的时候 我记得 我按那个时候心态简直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不知道要面对什么 就特别着急 现在这一项里 真的收获了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特别的一次经验 找到了比我原本心里目的的 多得多的兄弟 我应该是做到了从早上开工一直练习 中间也有一些工作上的台拍啊什么的 我最多应该是有过到快二十个小时了 最后的公演《马比翁》 还有一些别的歌曲 我们要表演的量多了 所以就只能把睡觉的时间就是挪到练习的时间 我承诺的只有一个我没做到 就是哭 金哥 芝林哥和银江的电影人 为了自己的职业 自己的热情 自己的爱好 后来如果还有明天 可能对我 对James 对金哥 对很多的在国外长大的人们 我相信会有一个很大的共同感 如果听到了中间那个 黑头发黑眼睛黄一部 黑头发黑眼睛黄一部 就因为这个可能有点孤独激动 有点孤独激动 好 黑头发黑眼睛黄一部 早上起来的时候 最适合抢天下飞 剧手 广东 一起来 脑脑 疲劳很不醉 每天都在天下飞 自带一个生肖 刀组 你也是 w 几乎 呃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这个球大人不要吓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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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怎么了 你又是什么 其实还挺样的 资源的你又是 我吓得来 啊 哈哈哈哈 我还有这个 有格性 流动感啊 流动感 对 所以你解释大人家都 猪包 猪包包 放 这是集中 tool 我常習和他 不知道 5.2表演 1.2表演 6.1表演 5.3表演 5.2表演 3.2表演 OK 謝謝 太棒了 謝謝 谢谢 其实如果我回到那个时候 不管谁说什么 我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不会变的 就是在全是陌生人 我怎么办的这种情绪 本身也特别害怕 我回去跟他说就是 一切都会好 但是 绝大部分的人都是 放心 一切都会好 所以 就只能说 那些普遍的同强的鼓励 但是这个人 不太容易听得进去的 我只觉得真的是还好我来了 真的是 收获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次体验 舞台 有几个我满意的 那个Yellow有它的特别的在里头 天上飞 真的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多人喜欢这个舞台 花鸡 也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一个舞台 至今我是很喜欢 有一种秋天的森林里头孤独的走出来 如果还有明天 虽然这个我没有参与到 这首歌曲的意义对我蛮深的 创作 7.5吧 决策能力 7分 人多了以后 如果没有决策能力 你真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都可以聊个半天了 所以我觉得决策能力是有进步了一些 执行力 也是差不多7分 反应力 8分 学习能力 8.5分 对自己的满意程度是 7.7分 7.7分 可能是因为做了一个队长的身份 更多的是想要和谐 想要满足大家 选歌也好 选音乐也好 拿到了音乐以后的分的part 然后负责什么 我基本上是就是哪里空缺我哪里需要我就补 我就是没有特别很坚持啊 我就要我先把第一选择权给别人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切遗憾吧 然后没有机会跟一些其他的哥哥们 有更多的一些传绿的工作 我最初来的时候也是特别期待着可以跟一些 墨枪的一些哥哥们有一些多互动的 就没有一个一起的作品 还不知道会有哪一些作品 但是会选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希望也不强求 但是希望 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自己 审美中 我觉得好的 我就是 我欣赏的一些东西 也希望 又一次可以被你们认可 好的 那我们最后一期的闯关日记就到结束了 闯关日记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观看 下次见 拜拜 拜拜